身體裡面有這個膨勁出來 用力推 我們身體裡面的膨勁出來 身體裡面的膨勁出來 我們要用這個膨勁把他的力量劃掉 所以我們不用力 不用肢體的動作 所以我們要劃勁 你推我 好 來 你推啊 這樣算不算劃勁 這個是這個是 我是用這個 把它轉換掉 好 你推 再用力推 我是用放鬆的膨勁 把它 用放鬆 把這個力量 轉換掉 跟 手的動作沒有 關係 比如說我們大家這樣 好 比如說你推我 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 會有這個 這個力量 比如說我們推的力量 我本來我是要靠 把它 把它劃掉 好 手把它剝掉 那我們把它變成 好 力量給我 我們把它變成力量的轉動 所以本來手要這樣轉動 好 你用力推 我手再轉動 再導引 讓我們的力量 往右轉 好 你做 你做 往右轉 往左轉 往右膨 往左膨 往上導引 往下鬆承 所以我們是鬆柔 柔就是這個動作裡面 這個軌跡 所以它是會推的很用力 所以我們把柔 導引我們的勁 你再撐一下 好 來 我們把它流動 再流動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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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的力量 就把它轉化掉了 我本來我需要 靠這種把它變成 身體裡面的流動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 流動的方式 所以這個動作 我們把我們的勁氣 融入這個動作裡面 所以它化勁 它也可以發勁 你不但要把自己的勁劃掉 你要把你自己的勁 鬆承 劃掉 讓你力量給我 然後把它來的力量 比如說你看我們這個 力量 但是我們不是晃動 好 你力量用力推 好 你力量用力推 膨 轉化出去 再導引 放鬆出去 你隨便推 所以我們是這樣的力量 把它劃出來 這樣的力量 再 放鬆 好 來 力量給我 膨進到的時候 我們把它 把它運 轉出去 把它放鬆 不需要 特別的力量 那我們在化勁當中 1 好 來 比如說你看 我就用左膨跟右膨的 楊四太極拳 左膨跟右膨的 流動 來把這個力量化掉 好 來 你推哦 左膨啊 把它流動出去 好 你用力推哦 再 右膨 再 驢 好 所以我們用懶雀尾的力量 就把這個力量 輕輕的把它運化掉 再加一個來 好 來 1 轉動 好 用力 2 膨 3 3 驢 4 5 按 所以這個力量啊 就是 這個就是 膨 右膨 左膨 驢 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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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鬆沉 下沉 然後推放出去的力量 然後左膨 比如說我們這樣 左膨就是身體裡面轉折 右膨身體裡面轉折的樣子 好 來 再試一次 好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 一個膨勁 一個圓 好 用力量給我 所以我這樣的力量鬆沉已經用完了 我就把它轉動 繼續用力 所以往左邊轉 再往右邊轉 好 用力喔 再鋁 再相合 再下沉 就把它放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 陽師太極犬裡面的彭麗基礦 那其實我們練久了用 我們不用那麼複雜 好 力量給我 所以我們在劃菌嘛 劃哪裡 劃自己 然後再劃它的力量給我 那我們一個方向來 好 快一點喔 來 我們這樣一個轉折一個轉折 再轉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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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要把力量把它劃掉 那劃掉啊 就是說 你如果劃得 越輕鬆 就表示你的放鬆 你的鬆 不是只有 會把它垮掉而已 你的鬆它是有 力量 能量的流動跟轉折 我們在練這種力量啊 如果不用手去搭 的畫鏡 這個喔 就要考驗你 就是你完全沒有閃避的空間 你只能畫鏡